然而威廉并没被RPG带走 他在废墟中醒来后 朦胧的双眼看到眼前倒地的战友们 以为早已全军覆没 踉呛着走到一辆报废的坦克内躲了起来 随后厌倦战争的威廉在郊外的湖边隐居 过上了诗与远方的生活 一个稚气昂扬的军官经过战争的洗礼 退去了曾经的骁勇 剩下的只是为了苟且地活着 然而威廉诗和远方的生活 在两名德国士兵的到来也随之破灭 随后两名士兵把威廉带回军营 被冠以逃兵之名 在军营里准备执行枪决 未被战争打败 而被一直守护的国家抛弃 援手给威廉的逃兵罪名特赦 让他暂且苟过 而代价是他仍要参与战争 且是由死刑犯组成的赶死队刑法大队 多年来的战争早已麻木了大部分士兵 早已无当初热血 威廉被迫执行这个行动 然而威廉进去后 发现有一户清贫的老夫妻 硬卫下的去手 换来的是军官的冷血 且恼火的质物 德军即将战败的消息 迅速传至德国每个人的耳中 威廉的信仰早已崩塌 深知接下来的战争已毫无意义 选择反抗那位冷血无情的军官 并从此又走向了作为逃兵狗活的日子 暗姆带领着一对新兵弹子 在野外与威廉进去 不难看出这群出出茅庐的的茅头小子 根本不知道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 一如当初的汉母 汉母留下了一封信 交给了队友后 用自己的生命 给这帮未经世事的小孩上了最后一节课 我最后一节课 可以发现了 应该通编时乐 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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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母那天在服从和友谊之间 选择了友谊 让维克多活了下来 随着德军败下战后 街道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战争给存活下来的人 刻上了难以恢复的疤痕 维克多来到了寻人启事招待所 想要寻找自己的父母 进去后 发现那个曾把自己送上死亡列车的盖世太保 竟相安无事地在苏联底下办事 其理由竟是他曾帮助过自己 逃离犹太人大屠杀的证明 被战争麻痹的维克多 来到了那个曾充满欢乐的酒馆里 而威廉和好友夏琳 也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 五年的变化 让他们脸上不再有曾经那般天人 同朝气蓬勃的五人 如今仅剩三人 战争催促着他们的程度 早已无法回到那最美的年代 一个士兵如果不两手沾满鲜血 他该怎样向祖国证明他的忠诚 战争的到来随之带来的是 无尽的死亡和纷飞的炮火 生在和平年代 无法切身经历 当下安定的日子 也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唯一尽失败之后 我还能够重前行 我还能够重前行 我还能够重前行